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在美国的太空总署的高达太空飞行中心已进行倒数 不知为何是倒数 我们刚刚在科学新知福波时有特意提及到7月12日 如果计算香港时间是7月13日 James Webb Telescope 会正式有第一期的影像公布 其实是这样说到时事公布 这些影像早已估订给前线研究人员 通常要做一些处理的 要执行 现在我们先和大家准备一下 真真正正的天文相片就是下星期 我想下星期科学新知也会和大家说 因为这里看到的倒数 就是7日1小时12分钟 现在倒数的秒数越来越少 所以7日加1小时12分钟 我们下星期要做的时候 我们也要遷就这个时间 可能比今晚更迟一点 另外一件事就是SEARN 即是欧洲瑞士的对状中心 开始运作了 是否开始运作了 是否手扎数据 即是它升级之后再运作运作 其实它一直已经升级过几次 又运作过几次 亦都发现了一些很厉害的东西 如果说是SEARN的近年最伟大的发现 其实是十年八年的东西 就是上帝粒子找到出来 但是它整理不是为了找上帝粒子 他找到上帝粒子之后 亦都不会就这样关机 所以他就要再升级它 然后再将一些实验做得准确些 以及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他们的版本写得很焦细 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 就是说它的目标和志愿 是要将我们 What is the nature of our universe What is this made of 这个说话 真的要说到是 物理学最终极的成本 事实上它有些牙策位 是值得这样说的 因为你找到上帝粒子 配合整个希格斯波式子 背后的整套理论 是可以帮我们合理解释到 为何我们有质量 所以它就更加解释到 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 为何这些东西会是这样 那些参数会是这样 就是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解释 接下来很相信 就是它会继续做一些测量 去将希格斯波式子的特性 去找得更加的正确 譬如它那个衰变的时间 你要量度得很精准 甚至乎我们早前有提过 就算不是计算希格斯波式子 就算是计算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 其他的一些 有个叫做W Boson 听一下名字就算了 我们又将它再计算 发觉和我们想像中有些不同 其实是做一个反复验证的工作 我们很期待它们会有新的结果发布 这些就是粒子世界的东西 但如果天文世界的东西 即James Webb Periscope 下星期一公布第一阶段的照片之后 就代表着我们终于 跨过了哈勃望远镜的世纪 哈勃望远镜 它可以继续用 但我们有一个更加精密的天文仪器 去看一些更加精密的天文东西 那我们会不会形容为 在James Webb 的望远镜之后 就是后哈勃望远镜的天文年代 都算是 其实都后了很多次 我们期待很久了 年初听到它发射 接着要去到指定的位置 在这半年的期间 就不停地做一些叫做calibration 教证的东西 那现在就是教证好之后 正式去找一些东西去拍 拍完之后 就发送回来 再当然在地面上 又是将这些数据 经过一些去分析 分析的过程 很多时就是去除一些集讯 以及去确认一下 拍到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 合乎我们预期的正确度之内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但是文说有些看了的人 就感动到流泪 当然是前线第一线的人 他们首先看到 很漂亮 就是真的看到第一手的信息 就是台长 我和你去准备节目的时候 我们去找到那些材料 其实他们的网站里面 有几张是已经展示出来 那个清晰程度是可以差很远 就是複眼镜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你看到 这个很振奋人心 你看这个James Webb的望远镜 是最宏观的 你真的看到不断进步 是最微观的 那你自身其中就是 你看人类多渺小 就是说 你要最大的大力很多 你要最小的小力很多 你只不过在其中一个很小的点上 这个是一方面你感到 人类的渺小体 你也感到到 人类这么渺小 就可以理解到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 是 这个就是开场白 但我们两方面 其实我们都是想着 下个星期或下个星期 才能够可以深入讨论 今天这个题目相当轮动 很幸运我们在做节目的时间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就是Fills Meadow 就是一个数学奖 东西包了奖 我们还没有说过得奖 之前 你可否解释 什么是Fills Meadow 有一个人拿了 邱成童 真的 1982年的时候 如果你说物理科学 跟着医学 一年一度 每年的年尾 诺贝尔奖 科学身资 也跟着很足 但是有些奖 数学这些 诺贝尔是没有的 因为诺贝尔很厉害 有被他女朋友 被罗德交了 听说是这样 听说是这样 然后香港邵逸夫 就是邵逸夫奖 邵逸夫有数学奖 但如果说在数学界 最殿堂级最高荣誉 就是非二师奖 Fills Meadow 这个Fills Meadow 竞在四年才颁一次 而且只颁给四十岁或以下的人 过了四十岁 别想了 所以你看到1982年 邵逞同罗的时候 非常年轻 有成就 好像三十一二岁 然后被人确认成就 因为他们认为 数学家最能够 最有天分 最有成就 就是在四十岁之前 所以班亲都是很年轻的得长者 而且最要是四年师班一次 一次班多少个 看看有多少人有成就 有些人凌缺勿纳 以前班一个两个三个 现在就会 这次有四个人 那你可否解释一下 拿这个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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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可以用什么形容 来形容 我用一个比较普及的 容易接受的角度 你计算一下量 诺贝尔奖年年有 Fills Meadow 四年才有一次 诺贝尔奖任何一个奖 除了和平奖 都不能分给超过三个人 最多就是三个人分一个奖 甚至一个组织都得到 那是和平奖才可以 但是如果科学 经济学那些 最多是三个人分 如果纯粹看诺贝尔的物理学奖 如果他年年一张分 猪肉分给三个人 一年颁一次 四年 又颁到三四 有十二 有十二个人得到奖 但是呢 Fills Meadow 现在你发觉 就算刚刚这次公布 就四年才公布一次 然后一次 今次就只有四个人得到 而且你看他的奖 他是一个人得到一个 topic 是 不要混乱 我看今次没有混乱 譬如说你研究几何的 他研究数论的 或者他研究其他 不会混乱 就是没有说 几个人一起分享 没有这些东西的 邮成同当年 最了不起的未分几何 他当然有相当独到的功力 当然 今天这四个得长者 每个都是独当一面 我很怕做数学的 就是在科学生之中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数学 我自问 我自己对数学也很有兴趣 但是我只能够说 就算我一个动物理的人 去看数学 我都会深深地感觉到 数学 我读一读 是很难的 看看这个 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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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停地从讨论 你会发现 每个字都是英文字 但你听不明白 没有一个字我明白 说简单一点 现在台长读到这一位 这个又值得去我们的介绍 有史以来 第二位的女性数学家得奖 对上一次好像是2014 大家脱下 竟敢说 女性数学家是有的 亦有多贡献 但有史以来第一位 都要去到2011多年 就是2011世纪 你想想 而第一位拿到的2014那位 如今已过世 为何不早已过世 真是不清楚 真是有病 而这一次 这位有几个重点 就是 他是一位 在基库出世 他是乌克兰裔的 雷素学家 亦是史上第二位 雷素学家 取得这个 Fuse Meadows 说到他做的题目 原来 都可以三言两语 让大家听明白 他做些什么 他做的题目就是 究竟 如果我找些圆形 去夹在一个空间 用一个什么方法 夹是夹得最密实的 很简单 如果我给你一堆 一堆一元银 只是铺在平面上 用什么方法夹是夹得最密 可以将这一元铺 一定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 像一个蜂巢形状 夹在一起 一行之后 上面另一行 但是上面那一行 吃了下去 下面那一行 中间的页 尽量令到 中间的空间位 尽量令到 尽到最少 令到越多的银子夹在 一个越小的面积 就是夹在 夹的问题 如果是二维的时候 你就是用二维的圆形 夹在二维的空间 用了蜂巢形状 形式去铺 中间是有一些垃圾 但是你已经把垃圾 弄得很小 然后三维空间 又如何呢 三维空间 用三维空间的圆形 就是一个球 这个球是如何 最有效地填满 三维空间 很多粒波子 给你填满 小时候玩波子棋 都知道 你组成金字塔 的什么形状 或者叫Tetrahedron 的形状 或者是三角追体 金字塔是四方底 它不是三角底 一个三角追体的形状 三维空间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是最有效地填满空间 它做了一个 在八维空间 以及在二十四维空间 你自己想想 如果空间有多于三维空间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其中一个贡献 就是找到一个很简洁的办法 去计算用什么形式 去填满空间 八维空间 就要找一个八维空间的球 但我们经验上找不到 经验上找不到 就是等于你二维世界时 你如何想像 三维世界的球 和我们二维世界 有什么不同 刚才用银仔 物高平面 以及你用波子棋 堆叠起三角追体 其实你二维世界 很难理解到 为什么三维世界 是这样的 实际上 实际上 我用把口 可能只要给肚子 大家都不想得到 总之 找到一个办法 就发觉 原来是第八维空间 和在二十四维空间 是相对比较容易计到的答案 具体上 这些研究的贡献在哪里 我自己一时间想不出 还有很多时候 数学研究 未必一定是 那么要说到 应用 更加说到 数学的真确和漂亮 我想从美金方面 理解这件事 刚才你说的 我驾车到 原来他这位数学家 是伊朗籍的 当然在美国做研究 这是上一位过身的位 是 2017年4 我不是太想追查他 如何过身 但是 有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节 要讨论 因为他出生于基父 而大家也看到 今年发生了一个战事 去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数学奖 数学其实是纯粹说罗辑的 班长有没有感情的因素 会否有其他数学家 他们也有同等贡献 而特意今年要做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下一节回来 说一点都可以 因为我们维持在科学方面 是 但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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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